为了表扬镇内的模范父母亲 玻璃政公所日选举办模范父母亲表扬的活动 先议员陈怡君、叶仁创、林芳宇以及黄思芳 也特别到场参与表扬大会 并且对获选模范父母亲的长辈们送上祝福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研制这一次同时表扬 别具意义 也特别的热闹 特别的温馨 利用这个机会要跟天底下的爸爸妈妈 辛苦你们了 你们真的很伟大 撑起了这一个家庭 因为有你们 所以让这一个家更加的圆满 先议员陈怡君 除了恭喜获选模范父母亲的长辈之外 也希望为人子女的朋友们 有机会也要多陪伴家中的长辈 让他们感受到家人的关怀 那在这里还是要呼吁 我们家里的这些晚辈们 多一点时间回家陪陪自己的阿公阿嬷 那也多一些时间带自己的爸爸妈妈 出去山林走走 那陪伴呢 永远是最重要的 在这里也祝福我们所有的模范父亲跟母亲 在今天呢 非常的开心快乐 先议员岳恩创表示 这次普里镇模范父母亲的表扬 有两位超过百岁的长辈获选 除了恭喜他们之外 也显示普里镇是一个好山好水宜居的城市 其实跟昨天 人爱翔跟国心翔有稍微不同的地方 就是现场有两位 一百岁的长辈来接受模范父亲的表扬 那可见普里镇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 那我们这些的长辈 都生活的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身体也都很健康 然后年纪也都都很大 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难能可贵 现议员黄思芳除了恭喜获选的模范父母亲之外 也表示 往后也会继续为长辈的福利来努力 希望创造一个让长辈更好的生活环境 所以这次是办理母亲姐跟父亲姐一起庆祝 那四方在这里祝福全天下的爸爸跟妈妈 母亲姐快乐 父亲姐快乐 相信未来四方也在议会 也会推动这个孝道 因为中国的传统的美德 就是孝道 要孝顺父母 副委长排泉除了恭喜获选模范父母亲的长辈之外 也表示 随着人口老化比例逐年提升 长辈相关照护问题也是非常重要 未来也会与中卫议员一同努力 创造南投县 成为长辈们乐活宜居的城市 记者成为一普里采访报道